在我一岁大那年 爸爸因为婚外情 离弃了我和妈妈 妈妈带着我和姐姐一起生活 虽然我们争取到公屋住 但生活费也成为问题 妈妈曾经把手铺带的我交给人家 希望她自己可以出去打工赚钱 但后来发现我被人臭 又整个瘦杀又很容易病 她心痛之下就决定自己臭 没上班就没收入 爸爸也没帮忙 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 妈妈就带着岁半大的我 去到家附近的天桥 希望哀求经过的人 可以给钱我们吃饭交租 和带病的我去看医生 就这样就过了九个月 幸好后来有街坊 见到我们这样的情况 就教妈妈申请纵门 于是我妈妈就靠着 每个月五千多元的纵门金 臭大了我和姐姐 生活费有限 生活一定困难的 但妈妈从来没有让我感受到 这种辛苦的感觉 因为她自己死坑死底 不吃不着 都要留点钱给我学琴 可以买点漂亮衣服 回学校上台表演 过着一般小朋友的快乐童年 到我十岁大那时 就被人发掘了做童星 有得拍戏前 可以赚钱帮补加计 我就很开心了 每天放学 妈妈就带我去片场拍戏 那些人见到我穿得这么光鲜 又有得学琴 就以为我很有钱 是有钱女 相反见到妈妈没有打扮 又穿旧衣服 竟然以为她是我工人 每次遇到这个情况 我都会和她们澄清 她是我妈妈 做童星之后 生活稍为改善了 之后我和姐姐都出来工作 最艰难的时候总算过去 现在一家人 过着安稳的生活 在天桥那九个月 当时我还是很小 印象都是很模糊 但去到读小学的时候 被同学取笑那种感觉 我还是溺溺在目的 相比起妈妈 当年一个人在天桥带着我 又要问人拿钱 旁旺无助 面对人家冷嘲热讽 又或者同情的目光 相信她一定不好受的 我大了之后 也曾经问过妈妈 其实你以前这么辛苦 有没有一刻想过要放弃 妈妈就说也有 但她见到我和姐姐 她决定要坚强地支持下去 我很自豪有一位这么坚强的妈妈 而我也不会为自己的身世而自卑 反而这段经历令我更加乐观 更加坚强 不要将自己的问题放大 世界上更加艰难的大有人在 穷不紧要 最紧要是人的心态 心灵的财富才是最大的本钱 知足常乐 这是我在妈妈身上学到的道理